小樂高帶樂趣 歡迎來到懷雪的樂高倉庫 今天我們繼續來看樂高悟空小霞的產品 今天來看的這一盒是80026豬大廚美食重力坦克 就可以加入一邊攪拌下去 加入一邊攪拌 加一邊攪拌 加入一邊攪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我们这一盒乐高悟空小霞80026猪大厨美食重力坦克完成了 这一套猪大厨美食重力坦克呢 也是乐高于2021年7月推出的三盒悟空小霞新品当中的一盒 它一共有662片乐高积木构成 里边还包括有四个人仔 官方定价499元 粗看上去似乎它的性价比还挺足 那坏雪搭建过之后 也觉得这一套玩点也挺丰富的 来我们一起来动手 好好玩一下 那我们首先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一套里边的人仔 首先登场的呢 就是这一套里边的主角猪大厨 那这个猪大厨依旧是一个特殊开模的猪脑袋 头上顶着一顶厨师帽 身上这个刻画也是非常的细腻 手里拿着钉耙 另外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粗一看 难道这是一个机修工的猪大厨吗 接下来登场的呢 又是这一个唐师傅 这一次唐师傅呢 似乎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 背心上面还印着猪大厨面馆 做出来的这个面的图案 反过来 它背后呢 还有字正好被这个围巾挡住了 字上依旧写着美味至上 那美味至上这个四个字呢 在这一套里边还是有挺多的地方会出现的 那这个唐师傅呢 也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一面呢 是一个闭眼碎念的表情 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睁眼严肃的表情 再接下来登场的呢 是这个潘老板 那这个潘老板呢 算是一个反派了 他控制了熊猫机器人 进行导弹 那他身上穿着一件中装 脖子上还带了一个挂坠 挂坠也是一个熊猫的图案 刻画依旧也是非常的细腻 那这一个潘老板呢 也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一面是一个邪校的表情 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看上去挺开心的一个表情啊 最后一个登场的人仔呢 就是这一个店员小李 那这个店员小李呢 穿着着一件熊猫装 手里还拿着一个熊猫的头套 那这个熊猫的头套呢 是可以跟头上的这个头发件 来进行替换的 来反过来看一下 看到没 熊猫服拉链 还被拉开了一点 露出了下面的店员装 那这一个店员小李呢 他脚上还踩着轮滑 看上来看来送货 应该会送的挺快 来我们把熊猫头套里边的 这个零件取出来 然后把他的头发换掉 那换之前我们先要来看一下 这个小李呢 也是两面的表情性刷 一面是一个惊吓的表情 另外一面是一个微笑的表情 来熊猫头套戴上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上去有点怪啊 接下来登场的呢 是这一个送餐的熊猫机器人 那这个送餐的熊猫机器人 看上去像是一个无人机 这边有两个螺旋桨 螺旋桨的角度呢 你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只不过你把它垂直向上的话 你会发觉螺旋桨就没法转了 所以斜着点看上去更有逼格 那你一看他这个脸就知道 目前这个送餐机器人 已经是变坏了 那他的这个脸呢 依旧也是贴纸 这一套里面印刷件 还是非常少的 那他背上的这一个按钮呢 其实是一个发射装置 可以把下面的送餐盒给发射出去 看上去呢 就像在投掷炸弹一般 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登场的呢 就是这一个熊猫机器人 那这个熊猫机器人呢 他有两副表情 这副表情的情况下 他没有被坏弹控制 是一个和蔼的熊猫机器人 但是如果潘老板操作这一个机构 把这些机器人全部都控制住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反派 那他打起这种实物大战来 效果也是威力挺猛的 那你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大小轮的设计 这边一个大轮 后面一个辅助的小轮 所以他也可以站在桌面上 让你进行把玩 他手里呢 也有可发射的武器 就是这个手 你看到没 两把拨片发射枪 那发射的呢 就是这个一乘一的小圆板 我们可以把两片小圆板 全部都装上 然后转过去 对着我们的猪大厨的送餐车 就这么打出去了 那打出去的效果呢 依旧还是这么的顺畅 但是还是那一句话 发射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不要对着人的眼睛 或者宠物进行发射 玩乐高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那一手是发射装置 另外一手呢 看上去像是一个辣椒酱 看到没 这样看 来能看出 这是一个瓶子吧 瓶子上面还有贴纸 贴着辣椒 这个肯定就是个辣椒酱了 再配合下面的火焰 看来辣椒酱是可以喷火的 最后来登场的呢 就是这一辆猪大厨的美食重力坦克 把猪大厨的厨房变成了一辆坦克 看上去也是挺有想象力的 那这辆坦克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两条杵状的履带 当你在推动的时候呢 前面的钉耙也会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进行运作 效果呢 看到没 就是这个样子的 推起来 玩起来 感觉还是挺棒的 那这辆坦克呢 伸出了两个手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先看这边的 这边呢 它的手的前半部分 明显就是一只小猪的造型 而在这个小猪的造型上面呢 还背了一些武器 比如说胡萝卜导弹 比如说这个烤鱼导弹 这些小设计点还是挺棒的 而它前面这边呢 还带了一个类似于加特林的连发装置 发射的依旧是一乘一的小原版 好 装好了 来 让我们发射一下 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转动 发射出去的效果依旧还是这么的顺畅 当然不要写坏血唠叨 还是那一句话 在发射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不要对着人的眼睛或者宠物进行发射 玩乐高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那看完了另外一边 再来看这一边 这一边也是一个挺特别的设计啊 来我们凑近一点 在它的手掌背部呢 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大的锅盖 然后这边呢 因为它这边是用了一个球形关节键连接 所以手是可以这样来转动的 转动之后 你会发觉 它这边还有个插轴 似乎可以拿其他的东西 拿的呢 就是这两个 这两根筷子 那这两根筷子呢 是 我们怎么把这个插轴一起拿下来了 那这两根筷子 平时不拿的时候呢 可以背在这一辆坦克车的后面 当你要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拿下来 然后移到这辆坦克的手上 就这两只筷子 注意一下 这个筷子上面呢 依旧还是用印刷键 反过来 这样应该能看清 看到没 筷子顶部依旧写上了美味至上 这套里边美味至上出现的地方还挺多 筷子拿在手里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上去感觉还行吧 那除了这两根筷子之外呢 这一套它的肩甲部分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 这个呢 是一个小冰箱 但是当你把冰箱打开之后 就会发觉 内有乾坤啊 冰箱门上放了一瓶饮料 而冰箱门的当中部分呢 放了两个圆盘 这个圆盘看上去像是炒面 还加了一个荷包蛋 那这个冰箱呢 同时也是一个发射机构 圆盘的发射机构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炒面 作为子弹给发射出去 效果呢 来 转过来啊 来 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打出去的力道也是非常的足啊 当然还是那一句话 发射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不要对着人的眼睛和宠物进行发射 玩乐高 安全才是最主要的 那这辆坦克的主体看上去就有点像一个面目 那当中主体部分其实就是猪大厨的厨房 你也可以把猪大厨拿过来 站在当中 站着呢 我觉得效果 哎 一站 对吧 效果也还行 然后这边呢 有这个砧板啊 有炉子啊 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配料 那这个配料呢 也是用贴纸来呈现的 除了这些厨房的家伙事实外呢 你可以看到他后面还有个大招牌 来 我们凑近点 这两个招牌呢 依旧也是贴纸 标了面的价格 小时的价格 同时上面还挂了一只烤鸭 这个烤鸭 他的鸭腿也是另外安装上去的 以前我们玩乐高的时候 基本上只会得到这么个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腿是如何呈现在一只鸭子上面的 来 现在答案有了 那他的样子呢 装起来之后 就是这样子的 总体而言 这一盒乐高悟空小虾80026 他的故事情节挺丰富 玩点也多 这一套里边可发射的机构呢 也比较多 他的外形也是比较有想象力的 499元的官方定价 我觉得也是比较值的 更何况 现在你在万人的淘宝上 找一下会发觉 300元不到一点的价格 就可以入手一盒 全新的乐高悟空小虾80026了 那这个性价比绝对是刚刚的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乐高悟空小虾80026 出大厨美食重力坦克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